欢迎来看到的是一份最新的国际房地产顾问公司的报告 去年台北豪宅价格涨幅排全球第三 而豪宅的房线现在台北一平两百六十万 更是在全球排名第六 比纽约巴黎跟东京都还要贵 那么现在政府说要打房 真的打得下来吗 另一方面台北市长郝龙斌 今天举办了公营住宅的签约记者会 他认为长期来看多盖公营住宅 应该有助于平稳房价 新龙公营住宅二区经过一次流标之后 这回终于顺利脱标 其实这里就是原本的安康平宅 二区位在文山新龙路和木榨路一带 总户数五百四十二户 其中六成七是公营出租用 预计2017年完工 好龙斌特别提到要抑制房价 就是因为台北市豪宅价格竟然高居全球第六名 根据调查全球豪宅最贵的地方是摩纳哥 一瓶超过六百万新台币 香港伦敦新加坡和瑞士的日内瓦则分居第二到第五名 值得注意的是台北市的豪宅每瓶两百六十二万 是全球第六贵比纽约和巴黎都还高 而一向给人高房价印象的东京反而还没几近排行榜 房价的原因第一个是资金太宽松嘛 第二个就是供需 台北市尤其台北市新北市不会了 台北市供给不足 此外2013年全球豪宅涨幅 台北竟然排名第三 一年就涨了25% 比北京和杜拜都还要高 现在中央喊出要把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 从15倍压到10倍以下 但要如何在打房的同时 避免全民资产缩水 甚至引发金融海啸 政府真的得好好想想 记者高培腾林小凡台北报道